第323章 道主之路 战舰飞离 并未直接回归营月 李浩带着众人直奔天兴大矿 天兴镇 巨大的矿脉 亦散出浓郁的能量 李浩不单单自己进来了 这一次 直接带着所有人 包括数万军士 都进入了天兴镇遗迹 那些军士 还是第一次进入这样的遗迹 浓郁无比的能量 让他们身体都在蜕变 李浩声音响起 主委出战神国 功不可没 几日起 在这矿脉之地 无限制吸收能量三日 能有多大造化 开启多少翘穴 全看诸位自己了 无限制吸收三日 运气好的话 也许可以开几十个翘穴 外界能量 实在是太匮乏了 而此地能量 却是几乎无穷无尽 而李浩 带着众人 继续往前走 一路朝大矿深处走去 此刻 林红玉有些不太自在 嘟嘟 那我先上去处理城内杂物了 不用 一天不管 乱不了 李浩肉身不断裂开 全靠剑能维持 此刻 却是显得很镇定 随我进去 说吧 转身看向张安 前辈 劳烦你陪将李主济聊聊 我就不招待了 张安微微一正 点了点头 江里有些尴尬 他不走 其实是想探查一下情况 此刻 又看到了这巨大的天心矿脉 其实很是心动 又有些好奇 李浩他们进去做什么 可此刻 被李浩这么一说 他也只好善善 开口道 不用不用 李都督还是早点疗伤吧 我先回去了 不 江主济走了 岂不是 显得我代科不周 李浩露出笑容 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你走了 大力王莫了限制 忽然回归 对银乐军出手怎么办 既然来了 那就和我们一起好了 江里有些迟疑 又看了看凶神恶煞的众人 也许是之前在神国 没占到便宜 这些人很是愤怒 此刻再说什么 容易引火烧身 他笑了笑 也没再说什么 李浩笑道 那我们先去疗伤 等伤势好了 再陪江主济聊聊 说吧 带着众人朝矿脉深处走去 矿脉深处 一个巨大的宝池 此刻还有不少液体存在 这宝池 原本是蕴养天王之身用的 后来李浩也只是给王书长 制造了一些肉身 其他人都没怎么动这些东西 李浩朝身后看去 此刻 来的人 算是整个新时代 天兴都督府的所有嫡系了 一群银乐武师 包括赵书长也在 除了侯潇晨坐镇银乐 其他银乐武师 包括十多位老一辈武师都在 还有少数一些猎魔军的武师 比如刘龙这些人 人不多 也就四十多人 其他的便是姚四 林鸿玉 陈中天 钱无量 杨山 秦莲 包括到剑己人 以及一些之前也跨入旭光的超能强者 还有一直从银乐根来 到如今 也已经跨入旭光 却是有些掉队的好连川众人 另外 还有少数几位古强者 比如王书长 以及战天军几位团长 还有帝位 加起来 差不多一百人左右 这就是整个天心都督府的全部顶级强者了 旭光之上的都算 当然 其实还有一些 但是都不算嫡系了 此刻 能跨入这里的 不管是新来的 还是后来的 包括那只知道八戒人的胡青锋 此刻 都被李浩纳入了嫡系范围 若是让银乐武师来选 自然只有银乐武师才算 可李浩 并未太过在意这些 本来人就不算太多 白来人 对于一方势力 算什么 很少很少了 此刻一部分武师已经有些承受不住 都浑身冒险 却是一个个看向李浩 等待着李浩发话 今日一战 没占到什么便宜 严格来说 其实吃亏了 别看杀了对方两位神灵 实际上屁用没有 大家肉身损失太大 而对方的神灵 有可能可以复苏的 神灵秉承天地大道而生 杀对方 其实很难 众人不具备泯灭对方一切的能力 所以 哪怕李浩斩了那火神 对方也可能会再下一次复苏 算下来 真正亏的还是李浩 当然 众人到现在 其实都不清楚 李浩攻打神国的目标 所有人都憋着一口气 愤怒 沮丧 战无不胜的天心都督府 这一次却是亏大了 包括李浩 受伤也极其严重 李浩看向众人 开口道 此战 关键一点在于 我们没有大量的高端战力 太过于依赖心武的帮助 人群中 王署长好像有些尴尬 李浩又道 当然 我们每次都将自强挂在嘴上 一直寄希望心武强者 其实本来就是错误的想法 只是 之前我们的对手 没有那么强大 大家没感受到罢了 包括大骊 他们的神位 神殿祭祀 也都是现代人 所以 和我们差距不大 我们反而可以占据上风 而这一次 却是落入了下风 因为神灵 是古老的存在 但是又特殊到 在这个时代复苏之后 可以现身 李浩有些唏嘘 败了一场不算惨败的战斗 其实也还可以 算是不错了 我只是有些 小小的失落 李浩笑了起来 不过 也很正常 我想我已经调整过来了 没有不败的武师 从音乐开始到如今 我一直都在赢 小输一场 其实挺好的 也是一种独特的感受和经历 你真没事 袁硕问了一句 自己这徒弟 看起来平和 实际上心高气傲得很 这一点 他其实很清楚 李浩笑了 真没事 只是第一次失败 在以为必赢的情况下 被人反击了 稍微有些难受罢了 又没吃太大的亏 他很快转移了话题 所以 现在的关键是 大家的实力问题 时脉以上才是日月 唯有跨弱日月 才能算是进入了 当前世界的极限 否则 大家其实都没达到一个极限 七脉 只是最弱绝点本源分身的实力罢了 说到这 又到 还有一点很关键 大家想爆发极限战力 每一次肉身都难以承受 如今 又回到了当初武脏不强的那种地步 众人点头 可这也没办法 其实也不是肉身不强 肉身算是重规重矩 只是 在这个基础上 无法再次爆发罢了 和一些新武时代顶级天才 当然没法比 可其实 也不比新武时代那些中等修饰弱了 李浩继续道 我目前发现了一条新盗脉 不知道是不是肉身盗脉 如果是的话 大家开了这条盗脉 那就不是一条盗脉的事了 肉身强大了 可以支撑我们 再多开一些翘学 多开一些盗脉 不会崩碎肉身 所以 肉身盗脉 极其的重要 李浩露出笑容 那时候 增加的可不是一脉之力 也许是三脉 甚至五脉 甚至更多 众人心中一动 肉身盗脉 袁硕眼神闪烁了一下 虽然身体娇哭 但是 此刻还是来了精神 肉身盗脉 李浩 你发现了新盗脉吗 嗯 未必是全部 什么 李浩一正 袁硕却是兴奋到 最近其实我们也在研究 我和其所长他们几位 之前都讨论过 目前的36条盗脉 无属性盗脉 只是最小的基础循环 而人体无属性盗脉 大循环 最少360条 这些无属性盗脉 其实分别强化身体各处 那我们也曾想过 肉身盗脉 是只有一条 还是一个大循环体系 无属性这种 比较中庸 算是一个不偏不倚的 循环体系 有属性的 必然也有一个大体系 那肉身盗脉 是否也存在 另外一个大循环体系 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发现 专门强化肉身的盗脉 所以无法推倒整个体系 一旦发现一条 那是不是代表 可以发现更多 李浩想了想 摇头 那我就不知道了 目前 也许只有一条肉身盗脉 不管如何 先试试这一条的效果 若是可以 那就已经很满足了 袁硕点头 忽然又到 在神灵身上发现的吗 那位女王 嗯 难怪 袁硕笑了 点头 若是如此 若是真的发现了肉身盗脉 那这一次就不算亏 还赚了 老师不用说 这些话来安慰我 不需要的 李浩看老师一副兴奋的样子 好像还没开启盗脉 他就确定是肉身盗脉了 恨不得说 这一战占了大便宜 李浩明白老师的意思 只是想宽慰一下自己罢了 不过李浩觉得 没太大必要 老师 还把自己当成孩子看吗 距离当初他入学 都快四年时间过去了 他又不是那个刚失去父母 内心脆弱的小孩子了 一时的难以接受 也在击退女王后消散了 他不再多说这些 看向众人道 我先尝试开启一下 若是可以 那今日 大家一起开卖 不要担心没资源 这座矿卖 就算吸收完了 也无所谓 待会 若是可以成功强大肉身 那所有的宝叶都可以使用 说吧 李浩盘坐下 之前破碎的心脏 此刻借助健能和生命之权 倒是恢复了一些 只是依旧残破 让人骇然 李浩不再开口 这时候 一条弱小的盗脉浮现 很弱小 而浮现的位置 也有些让人意外 这条盗脉 居然隐藏在脊柱盗脉之下 也就是雷霆盗脉的更下方 好像从另外一个空间浮现 也处于脊柱上 众人都有些意外 这算是同一个位置 但是不同纬度的盗脉吗 李浩 如何发现呢 而李浩 却是不管这些 大量的能量被他吞噬 弱小的盗脉不断壮大 从小小的蚯蚓 眨眼间 好像成长到了水蛇大小 李浩汲取了一些宝叶 很快 盗脉继续壮大 但是此刻 肉身并无太大变化 因为盗脉只是壮大 并未开启 不知道过了多久 盗脉壮大的如同一条巨龙了 可依旧没有太大的变化 此刻 大家甚至难以判断 这盗脉 到底有没有属性 有属性盗脉 会带着一些属性之力 比如五行盗脉 五属性盗脉 有些灰扑扑的 可这条盗脉 却是有些晶莹剔透 单纯从这一点来看 这就和前面的不同 也许真的是另外一种特殊盗脉 需不需要感悟失 还是直接壮大 打开就行 众人都顾不得其他了 目不转睛地看着 而李浩 也在判断 需不需要感悟失 再去破碎 可这种盗脉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考虑一番 还是选择了不去感悟失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玩意如何感悟失 但悟何种失 若是和肉身有关 肉身又算什么事呢 既然如此 只能选择强行破碎 打开盗脉 李浩没有上来就直接破碎 而是按照撬学法 将其切割 接着稳固盗脉 思索一番 开口道 我现在要开始打开盗脉一部分了 若是有效果 必然可以在浩星界中 抽取一股特殊能量 强大肉身 若是没有效果 那就没办法了 李浩深吸一口气 到了此刻 他才算是有些紧张了 若是没效果 这一次 就真的亏大了 酝酿了一阵 李浩再次深吸一口气 其他人都摒弃名神 紧张无比 等待着结果 下一刻 道脉被开启了一部分 咔嚓 好像断裂了一小节 下一刻 一股如同白玉色的能量 从浩星界中传荡而来 涌入李浩肉身 和初五的骨头 极其类似 因为如今 也算是另外一种初五 这股特殊能量 和星武的不灭物质 差距很大 不灭物质 那是星武经身强者 强大的能量来源 可这一次 却是白色的能量 这白色能量 灌入李浩体内 并不是太多 可一瞬间 之前的一些伤势 忽然开始愈合 比生命之权 和健能的效果还要好 一瞬间 整个地下 忽然传来了 一阵低吼 激动的吼声 好像真是肉身道脉 矿卖外的张安他们 都听到了吼声 有些疑惑 刚刚才失利 这些人 不沮丧了吗 矿卖中 众人哪还有沮丧之感 当李浩身上 涌现出一股乳白色的能量 大家都疯狂了 袁硕更是难难道 对 就是这种 这才是真正的生命源泉 人的乳汁的颜色 生命的起源能量 一旁 南泉蹲在地上 悠悠道 对 生孩子之前 也是这种颜色 众人纷纷比异地看着他 咱们讨论生命的起源 你怎么这么无耻 南泉翻白眼 整个音乐舞室圈子 都在排挤自己 我呸 我说的有毛病吗 当然 他也懒得理会这些家伙 此刻看着李浩 也有些兴奋和激动 这 才是真正的肉身道脉吗 之前 他觉得无数性道脉 就是肉身道脉了 原来 居然不是 而李浩 还在一点点破开道脉 此刻 脸上也流露出一些笑容 之前破碎的脸颊 开始缓缓恢复 不再那么害人 只是 又破开了一会 李浩微微皱眉 轻声道 效果不错 或者说很好 可是 李浩微微皱眉道 可是 没有那种直接让人蜕变的感觉 原说忍不住道 你都什么实力了 你指望一条道脉 直接让你出现蜕变 想什么呢 但是对其他人而言 或者说 对日月之下的修饰而言 打开这条道脉 绝对都可以出现一些巨大的蜕变 李浩什么实力了 到了他这个地步 若是一条道脉出现 直接让他实力蜕变 肉身蜕变 那得多强 原说又道 道脉哪怕被打开了 也能继续强化的 吞吐号星界的特殊能量 不同翘学 是可以吸纳不同能量的 如此一来 才能强大道脉 强大神通 李浩点头 我全部打开试试 说吧 低贺一声 原本慢慢打开道脉的速度 也被他加速了许多 没多久 整条道脉 全部被他崩断开启 一瞬间 一股强悍的能量涌入体内 咔嚓 李浩的骨骼 好像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原本他是朝着心五筋骨变化的 这也是一种潜意识的模仿 可此刻 乳白色力量流淌 骨骼 从淡金色 恢复到了白色 李浩喃喃道 人的骨头 本就该是白色的 这是 溯源吗 出五白玉骨 就是白色的 但是出五的骨头 肉身 都不比心五差 心五的金身道 也是一种特殊法门 将骨骼打造成金属一般的东西 可这一次 李浩抽取道的能量 却是让骨骼再次成为了白色 李浩强化了一下肉身 感受了一下 露出一些喜色 对他而言 其实增幅不算太大 原本他开启了不少盗脉 此次强化肉身 也许也只够李浩再增加个一两条 可是 对其他人而言 也许足够他们多开三五条盗脉了 这就截然不同了 李浩露出笑容 开窍 只是为了循序渐进 一旦能开肉身盗脉 也许可以直接多开几条盗脉 直接崩断就行 而不需要一点点去开窍了 李浩看向众人 肉身盗脉 是真的存在的 如此一来 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众人也很兴奋 只是 袁硕还是坚持到 肉身盗脉 未必只有一条 我还是这个说法 李浩 我们先尝试开启这一条 你可以再找找看 李浩点头 接着看向众人 大家进去保持修炼 说吧 一挥手 大量的生命之泉涌现 这是那些妖职提供的 装满了一个大水缸 但是此刻 都被李浩倒入了保持 众人都是微微稀气 这 消耗可不小 李浩继续道 能量再多 被人杀了 也是别人的 此次 我们不计一切代价 希望大家都能跨入真正的日月境 最少拥有十条盗脉 李浩沉声道 如今 天地不断开始稳固 能出现的强者实力越来越强 目前来看 我的极限都能达到20条以上了 当然 这是我们这些得到了天意 或者大道支持的人 可就算没有 那些本源分身 也能出现接近十条 甚至更强实力的本源分身了 在这之前 当初灭九斯的时候 最强也只能勉强出现七系神通战力罢了 这才多久 都已经可以出现十系神通战力了 随着时间推移 天地越来越稳固 迟早会出现更强者 不只是古人在复苏 那些神灵 其实也在不断复苏 天地越稳固 神灵越强 巅峰期的神灵 可都是圣人战力 如今 这些神灵并未达到那个巅峰 它们 在伴随着天地成长 不得不说 神灵也得天独厚 具备其他人不具备的优势 众人也不多说 此刻 纷纷进入宝池 大量的宝叶 瞬间被它们抽去 原本这宝池 是酝养天王肉身的 对修补肉身 本就具备极大的好处 此刻 大家用来疗伤 用来开启肉身盗脉 也算是正合适 有了李浩打底 大家也没什么顾忌 纷纷开始吸收能量 去具现新的盗脉 而李浩 也开始恢复伤势 新开启的盗脉 让他肉身更强大了 可之前 强行开启了360个翘穴 李浩还是有些难以支撑 此刻 再次开始封闭一些翘穴 减少对肉身的压力 这一刻 他完整开启的神通盗脉 有9条 单独开启的肉身盗脉一条 而翘穴 开启到180个以上 每开启5个翘穴 就是开启一条完整盗脉 李浩将翘穴数量减少 不断封闭一些翘穴 减少对肉身的负担 不过 比起之前230个 他还是多保留了一些 此刻的自己 还是可以承受更多的盗脉的 很快 李浩留下了250个翘穴 闪烁光芒 无属性盗脉 完整开启了14条 至此 肉身不再有太大的负担 加上刚开启的肉身盗脉 9条神通盗脉 李浩已经开启了24条完整盗脉 按照他们对新武道的划分 9条便是山海9重 日月一众多开3条 此刻的李浩 算是达到了日月5重巅峰 当然 其他人若是非神通强者 没开神通盗脉 那就要开启300翘穴 才算是达到了日月5重巅峰 到了这时候 李浩肉身也稳固许多 没有之前那么大的压迫感了 他心中想到了那位女王 那位 若是按照实力来算 比自己现在还要稍微强一些 日月6重左右的战力 之前的李浩 比对方弱不少 可现在 这个距离被拉近了 只是 此刻再战 不强行开启盗脉 能赢他吗 李浩算是天才 手段很多 可对方也是这个世界的神灵 并非弱者 到了这个地步 月接 其实很难赢 可李浩 又觉得有些不甘心 略有无奈 此刻 也不去想着月接而战 只是想着 自己再强行开启几条盗脉如何 肉身盗脉 可能真的不止一条 因为李浩感觉到 肉身虽然强大了 可没有那种巨大的蜕变感觉 他心中判断 也许正和老师所说的一样 肉身盗脉 恐怕也不止一条 但是开启了一条 算是找到了钥匙 其他的 倒是好找了 朝宝池中看了一眼 此刻 众人都在疯狂汲取能量 无数的能量 朝他们体内涌入 越是弱小 肉身盗脉开启下来 强化得越多 对他们提升越大 李浩心中又想着 若是初次学武 直接开肉身盗脉的话 可能有个截然不同的效果 第一条盗脉 直接开肉身盗脉电击 那又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也许 可以迅速壮大实力 掀开肉身盗脉 再去修炼其他 基础够强大 体质够强大 剩下的 就是一往无前了 若是之前 李浩 大概马上就公开了 可这一次 李浩却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思考了一番 吐了口气 暂时不对外 公开了 这一次 倒是可以在自己内部 先施行一段时间 包括外面的几万军事 除了战天军 还有几万嫡系部队 若是提前开启他们一条盗脉 这些人本来就不弱 再迅速进步 几万兵士 也许都能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只是 数万人 都开肉身盗脉 这消耗的资源 可不是小数目 李浩希望能直接开启 那就需要大量的能源石 大量的生命之权了 不过 真要都开了 这几万军事 也许可以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全员上升一个台阶 接下来修炼速度会更快的 思考到这些 此刻的李浩 也没出去 没开口 残破的铠甲 被他恢复了一些 起码保留了核心 而这一刻 外面 所有修炼的军事 忽然从铠甲中 收到了一条消息 为了奖励诸位 此次出战立功 特赐一条新盗脉修炼之法 不得外传 此脉开启 肉身强大一倍 气血强大一倍 注意看铠甲 内部修炼图 很快 所有人面前 浮现出了一副修炼图 那是一条完整的盗脉 开启方案 众人 都是心中一惊 修炼这条盗脉 可以让肉身强大一倍 这 简直不可思议 下一刻 铠甲中再次传来命令 就在此地修炼 平时不得展露 这条盗脉俏学 此乃军中特殊功法 现在 我会为 诸位提供生命之权 三日内 希望大家都能完整开启 说吧 整个遗迹 忽然有大量生命之权飘落 不止如此 无数的神能石 瞬间粉碎 大量能量涌现 正在闲谈的几人 都是心中一阵 将离更是吸气 这李浩 疯了吧 居然用如此多的神能石 和生命之权 给这些士兵修炼 此刻 那些士兵都盘坐在地 都开始修炼肉身道脉 此刻 都很激动 而李浩 却是再次消失 此刻的他 钻入了浩星界中 随着大量的人员 开始修炼肉身道 他迅速在虚空中游荡 很快在一处虚无的虚空之地停下了脚步 此地有些能量汇聚的感觉 肉身能量 李浩心中诞生了一个想法 之前他就曾想过 大道宇宙应该是有序的 那么 五行力量 应该汇聚一个区域 肉身力量 汇聚一个区域 五属性力量 汇聚一个区域 对大道宇宙 进行分割 将无序变成有序 这样的话 才能更好地梳理整个大道宇宙 只是 此刻大道宇宙 好像也才开始建立 本身的规则 好像也不是太完善 李浩心中 想着 又想到了当初的宏图大志 将自己的神文 作为坐标 成为天地大道的核心 成为音乐人的修炼坐标 他看着眼前的虚空 此刻 好像小小的池塘 开始冒泡一般 这是有人修炼肉身道 从而产生的特殊状态 整个宇宙 此刻 已经有一些规模了 甚至有一些特殊状态产生 比如宇宙一处 此刻汇聚了很多火系能量 那边 就是火系的修炼之地 还是太散乱了 唯有将整个大道梳理一遍 才能有序地修炼各种大道 此刻的李浩 已经从之前的失落中走出 他知道 唯有自己更强大 才能应对一切 而如今 除了开道脉 也许还有别的方法 让它更强大起来 之前 明星之意瞬间溃退 让李浩明白 此举任重道远 不是一时半会 就能让天下归心的 既然如此 李浩也不服输 外界 自然还是要继续下去 可他又想到 既然无法让大家先归心 那就先归道 能收拢人心的 那是人皇 能收拢大道的 那是道主 人心难收 那就先收道心 我若是将宇宙划分区域 每个区域 用我不同的神闻道脉 去作为核心 汇聚天下大道 完成一个区域的大道划分 那是否代表 大道归我 人心最难测 可大道无情 反而好办 只是 这是一个无比庞大的工程 李浩看着茫茫宇宙 有些头疼 也许 我该将所有的火系大星 挪一道火系区域 如此分类 完成区域的切割 最终 将宇宙大道梳理出来 一想到这 李浩顿时吸气 这 也许要穷尽一生去办吧 还有 每一次神闻汇聚 都会抽离在这的定位 也许 我应该稳固通道 哪怕抽取 也不会让大道 从好心界中离开 这一刻 李浩一家坚定了信心 唯有如此 自己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 鸣心难收 那我就先收道心 若是汇聚的大星多了 也许后期 可以天然朝着汇聚 有人开启各种神通道脉 也许会天然 被吸引过来 那时候 就不需要自己 再去搬运了 想到这 李浩忽然露出一些笑容 下一刻 一枚枚神闻浮现 五行神闻 风雷光暗神闻 纷纷浮现 九枚神闻 分裂九个区域 李浩朝整个宇宙看去 看到了不少星辰 那应该都是一些人 修炼出来的道脉 今日开始 我就要当一回搬运工了 将所有大星 从原地搬走 趁着目前 还没人能进入 好心界中 完成自己的大道 归星计划 我可是要成为道主的人 等到所有人的大道 都和自己的大道 汇聚到了一起 自己也许可以克制他们 甚至随时通过好心界 斩杀他们 是的 李浩心中是这样想的 他在想 也许 神灵的大道 都可以挪移过来 若是能通过好心界 斩杀他们 也许会更轻松 想到这 李浩开始干活 他朝宇宙飞去 看到了一颗水系星辰 也不管是谁开的盗脉 直接擒拿星辰 就朝自己的水系神闻 固定的区域挪洞 那星辰 如同巨龙 还反抗了起来 不过哪能匹敌李浩 很快 一颗星辰被李浩抓了回来 只是 到了地方 这家伙也不安静 直到李浩的水系神闻上 溢散出一些水系能量 让这颗星辰吸收速度更快 这颗星辰才安静了下来 给好处 对方才愿意在这停留 李浩笑了 此刻的他 正在给这星辰输入能量 但是 很快 等此地水系星辰多了 就是反哺自己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 外界 天星城 一味水系超能 忽然有些疑惑地看向四周 有些摸不着头脑 刚刚修炼 好像速度忽然加快了一点 难道天地之间 又有能量一散了出来 可是 没有感觉啊 至于更深层次的感知 倒是没有 只是觉得 刚刚修炼速度不一样了 而且 隐约间脑海中 好像浮现出一人 李浩 难道 又是星武道的影响 他也在修炼星武道 只是修炼速度不算快 也不清楚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一日 不断有人有这样的感受 而号星界中 李浩如同不知疲倦的蚂蚁 不断搬运各种星辰道卖 原本他就有这样的想法 只是一直觉得太麻烦 太难了 所以没有去做 可这一次 被女王击败了 李浩也是咬牙切齿 女王的天意垂青 那自己就要操控大盗 总不能一点优势都不建立 之前觉得自己无敌 不断开启盗卖就行了 可李浩忽然发现 自己开启的盗卖多了 天地好像越来越稳固了 这样下去 也许不等自己强大 就有顶级强者可以复苏了 就算比自己弱一些 可人多了 也能杀了自己了 他 也许成了开启天地极限的天花板 矿卖中 大家都在修炼 巨大的矿卖 也有些稍微暗淡下来 此刻 数万人都在抽取矿卖能量 而李浩 也一直没有任何动静 江里也有些好奇 此刻 不再和其他人聊天 也在抽取此地能量修炼 结果没人阻拦 他也觉得转了 郁家不想和那些老古董聊什么了 保持中 大家都在开卖 开了肉身盗卖之后 大家又开始开启其他盗卖 都是急不可耐 就在此刻 有人开口 有没有发现 好像有人在动我的道慢 感觉 大家还是有一些的 可此刻 众人都没说什么 袁硕见南泉旭道 不由美好气道 你说谁动的 这还用问 昊星界一切 若是有变化 肯定是李浩干的 谁知道李浩在干什么 袁硕想了想 忽然道 有没有发现 修炼起来 好像稍微快了一点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感受并不明显 而袁硕也没再说 只是猜测 李浩在干什么 动了大家的盗卖 难道 他在书里大盗宇宙 不至于吧 这可是浩大无比的工程 这家伙 现在不好好的痛定思痛 想办法开启更多盗卖 跑去大盗宇宙 搞什么玩意 而此刻的李浩 却是有些兴奋起来 越来越多的盗卖 被他汇聚到了一起 此刻 他的面前 如同一条银河 一个个区域 都汇聚了许多盗卖 金木水火土最亮眼 修炼着五星元素的强者很多 其他的 稍微弱一些 无属性区域 肉身道区域 一个白玉色 一个是灰暗色 都被李浩划分了出来 看着面前的这一幕 李浩露出笑容 这只是开始罢了 他只是暂时 将附近的盗卖给收容了 太远的地方 他怕太耽误时间了 而此刻 每一个区域 都有一颗大星悬浮 成为区域的核心 那是李浩自己的大盗 若是将盗字神文 悬浮在中央区域 那就更完美了 李浩心中 已经有了一些打算 盗字神文 悬浮中央 四周 密布各种属性区域 进行完美的划分清理 最终 一定可以形成一个 规则完善的大盗宇宙 而自己 还真有希望成为盗主 神灵的单独一条盗卖 一定很强 我现在还没发现 若是发现了 我一过来 哪怕无法直接轰爆 下次战斗爆发 我便可以通过耗星剑 给对方雷霆一击了 李浩心中想着 这一次吃亏 他倒是更加隐蔽了 先低调一点 等完善了此地的大盗掌控 他再去和那些神灵交锋 盗主的路上 他觉得 自己又前进了一步 也算是女王给他带来的动力吧 第324章 万古刘其名 吃一欠掌一智 今时今日 李浩没有之前那么张扬了 也不会和之前一样 发现了什么 马上就对外公开了 毕竟 我没到无敌的地步 这个世界上 哪怕现在 都有人可以压制我的 就算没有女王 那位先知神 在不顾一切的情况下 居然可以缠住一位圣人 哪怕这位圣人 没有出尽权力 那也不得了了 神灵 再复苏 得天地垂青 而且 李浩知道 自己发现 浩心大道 其实也成全了这些神灵 全民修武 这些神灵 也得到了回馈 不得不说 这些神灵 其实摘了一些属于 李浩的桃子 可是 这是没办法的事 谁让这些神灵 天生就代表了一些大道 神国能有今日的强悍 只能说 李浩出力巨大 那些神灵迅速复苏 离不开李浩 推广的全民修武 可惜这些神灵 不知感恩 李浩很生气 不过也知道 生气无用 最好的办法 就是强大自己 当李浩再次 从浩心界中走出 已经是一天一夜后了 宝池内 所有人都在修炼 争分夺秒 偌大的宝池 此刻已经有些空荡荡了 就算如此 一些武师 还有些恋恋不舍 连宝池底部的一些淤泥 还是药材 都给塞进了嘴巴 李浩失笑 别吃了 那玩意 都算是泡澡之后的淤泥 你们也吃 南泉一口吞下一大块泥巴 不以为然道 蕴含的能量极其浓郁 比神灵石和生命之泉强多了 也就现在作用大矿 割在以前 你想吃 都得打得头破血流 也有道理 不过 尽管大家心中赞同 就你恶心 没你恶心 你嫌弃 你别吃 我会吃这个 孙子在偷吃 哟 你想干一架 昨日 还要死不活的淤泥舞师们 今日都恢复了正常 一个个笑呵呵的 好像昨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有一颗大心脏 也是淤泥舞师的优点 骂归骂 打是不打了 有这经历 去打神灵不香吗 此刻 南泉也不理会挑衅的霹雳腿 兴奋到 今日我们实力都有些壮大 若是你还有信心 对付那位女王 咱们再去干他 一日之后 我们再来 干你 这速度 你想不到吧 离号失效 大家实力进步如何 最少九卖 山海九重 此刻 霹刀也极其冷酷道 若非南泉几人拖了后腿 南泉瞬间暴怒 我日月一中了 我开麦十条 跨入了日月 霹刀 以前你可不针对我 现在连你也这样了 你怎么不说是碧光剑 他们拖了后腿 他最近进步真不算慢 此刻开麦十条 翘雪也开启了许多 很多盗麦都开了一半 霸刀鄙视他 他可不乐意了 霸刀扬了扬眉 没说话 女人 不屑于去比 男人当中 霸刀觉得 南泉心态好 鄙视一下无所谓 心态不好的 比如金枪挤人 他担心把人家刺激到了 离家出走怎么办 所以一想 刚好适合拿南泉当攻击对象了 李浩失效 开口道 行了 都安静一下 说吧 看了一下众人 开口道 目前 谁开麦最多 他也不和以前一样 直接去探查大家 年轻不懂事 现在懂事一点了 众人面面相去 你看我 我看你 还是袁硕先开口道 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 我神通之麦开了五条 不对 加上肉身倒麦 开了六条 开窍210个 总共开麦十二条 十二条 也算是日月一众 只是到了日月一重巅峰 不算太过惊人 当然 接下来 袁硕应该能迅速 跨入日月二重了 袁硕一开口 红一堂倾咳一声 我开神通道麦七条 肉身道一条 开窍199 合计开麦十一条 其实 距离十二条道麦 也就一个窍学的事 李浩怀疑 他是故意让着袁硕 否则 怎么刚好开窍199个 难道连一个 都不能更多了 袁硕和红一堂 才开了十一条到十二条 其他人 其实比南泉不多什么 不过 李浩还是看向另外几人 林红玉见李浩看来 刚想开口 李浩开口道 你不用隐藏什么 我想摸清楚 大家的真实实力 这女人 天赋很强 而且 战力也不弱 早在之前 就具备接近七戏的战力 在场中人中 比她更强的 其实极少 哪怕之前的红一堂几人 未必就真的比她更强 她之前 更是单独杀过本源分身的 林红玉略显尴尬 还是开口道 我开神通之脉七条 肉身脉一条 开窍203个 袁硕一正 看了她一眼 这女人开窍速度这么快 她算是极快的了 甚至放弃了 继续开启其他神通道脉 而是一直在开窍 居然只比这女人 多七个窍学 关键是 这女人一直忙着 操持整个王朝的事呢 袁硕有些疑惑 虽然都是十二道脉 可严格来说 对方还是比她 多开了三个窍的 林红玉露出一些笑容 好像有些羞涩 当然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这女人极其地会伪装 林红玉不好意思道 是红山大人 暗中 支援了我不少生命之权 诸位也知道 我之前一直和红山前辈合作 所以 是真是假 大家也不去问 但是 此刻众人都有些异样 十二条道脉 另外比袁硕 还多开了三个窍学 虽然实际数量少一些 可大家按照道脉完整度来算 一条完整的道脉 都能算十个窍学了 李浩微微点头 倒是不算意外 接着 她又看向几人 一个是姚四 这位老牌的顶级武师 一个是赵署长 也是一直按搓搓的 也不知道到底多强 还有一个就是陈中天 这是正儿八经的顶级武师 甚至比姚四 还要强大的存在 这家伙 一直都是半死不活的样子 李浩严重怀疑 这些家伙 都在藏着眼着 生怕盖了音乐武师的风头 没错 这些人 之前都比音乐武师强 大家一起开窍 一起修炼 资源一样 难道都比音乐武师弱 李浩不屑 这些人精 很可能一直都在隐藏战里 不是个东西 见李浩看来 赵署长咳嗽一声 看我也没用 我知道的池 开窍池 现在才开窍一百七十个 一条完整的盗麦 都没开启成功 只是开了七条神通盗麦 一条肉身盗麦 比他们都弱 只能算是山海八重 所有人都看着他 就连黄语 都实在忍不住道 开窍对我们而言 难度不算太大 资源足够 一百八十个窍学 很容易开 你就开了一百七十个 前面的一百八十个 都只是开半麦 又不是盗麦全开 你他们说你山海八重 搞得好像大家都高估了你似的 这位早在没有开窍之前 就能吓走印红月 独自压制一些老古董的分身了 这家伙 说自己只是山海八重 是当大家傻吗 赵署长再次咳嗽一声 真的 我知道的太迟了 加上银月很快迎来了战争 李浩只是默默看着他 半赏才道 我不是特意非要打听一下 大家的实力才行 关键是 若是不知道实力 我很容易给大家安排错了对手 比如这一次 李浩威威咒没到 这一次 之所以没有建功 其实也和大家实力不一 对付的敌人不对称有关 老师就不该 去对付五行之神 腰直分身 不该去对付那生命之神 赵署长见他说的严肃 只好略显无奈 再次咳嗽一声道 真的一般 不过我好像忘了算 算以前开过的四只盗麦了 这四条盗麦 也在三十六盗麦之中 所以 我开窍若是算是这四十个 开了二百一十窍学 外加其他八条盗麦 一下子 多了四十个 众人 都是暗骂一声 畜生 四只盗麦 早就被纳入体系当中了 怎么会忘记 所以这家伙 真正情况是 开了六条无属性盗麦 开了八条其他盗麦 足足开了十四麦 一下子 比袁硕他们都要多两条 这算是除李浩之外 第一位日月二重了 袁硕 都忍不住翻白眼 但是也没太过意外 赵曙光坐镇迎月 实力极强 开麦十四条 他们真不算太意外 只是比袁这家伙 哪怕到现在 也未必 说了全部实话 无耻 李浩倒是有些意外 十四条盗麦 真的不算少了 至于自己 那是因为占据了一些先机 赵书长的确知道得很晚 可很快开窍二百一十个 有些不可思议 这速度 真的太快了 只能说 此人之前就太强 所以转换得也快 李浩点头 总算有一位真正的日月二重强者了 陈中天见他看来 直接道 我没他那么多 我也开麦十二条 李浩皱眉 陈中天无奈道 真的 没骗人 好吧 暂时相信你一次 姚四见他看来 微微摇头 我开得少一些 十一条 但是十二条也快了 稍有遗憾的样子 看似不是作假 李浩只好再次开口 除了赵书长 没人跨入日月二重吗 十至十二条 都是日月一重 一个二重的都没 不对 就一个吗 虽然灵红欲好像快了 但是也需要一点时间的 这些人的进度 好像都不算太惊喜 当然 比之前强多了 就在李浩觉得 没人达到这个层次了 一旁 王署长忽然咳嗽一声 那个 我算吧 我开了二百六十个窍学 但是 就开了一条肉身麦 一条雷系麦 李浩一正 看了他一眼 半赏才道 你肉身麦没来的 我没给你造啊 王署长笑呵呵的 你去浩星界的时候 我出去找老齐帮忙制造的 没问题吧 李浩愣了一下 失效 齐所长制造的 好吧 居然开了二百六十个窍学 那就是 完整开麦十六条了 加上雷系和肉身道 开麦十八条了 目前阶段 除了李浩几位 得天意眷顾之人 这几乎是天地的极限了 十八条 日月三重巅峰 这可能是李浩 女王 大骊王几人之外 其他所有强者 最极限的力量了 所谓极限 是不会被天地切割 那位神灵先知 之前用了一些特殊手段 付出的代价一定极大 那个不能算 而江骊 也得用初五神谷 才能达到这个地步 不过王署长 倒也算正常 本身就是不朽强者 如今打造的肉身 又相对比较简单 甚至用本源大道 撑开了号星界 除了不太稳固之外 其他都还好 李浩露出笑容 不错 王署长不愧是 顶级强者转化而来 直接开麦十八条 厉害 王署长也露出笑容 有些矜持 一般般 搁在过去 也就绝点中期的实力吧 当然 现在的话 相对强大一些 进入一季的话 一般的不朽初期 没有完全复苏的那种 他也能打 李浩心情还不错 虽然王署长不算 赢阅现代人 可肉身是了 而且 现在也彻底 加入了这个体系 也算是嫡系了 能具备十八脉之力 还是很不错的 那些神灵 除了少数一两位 也没王署长强悍 神灵当中 战争之神 生命之神 几位比较强悍 但是 此刻和王署长交手 也未必能赢 五五开吧 李浩笑了起来 还可以 至于其他人 也都不弱 起码比之前都强大多了 一日间 大家实力就有了巨大的提升 绝对不会和之前那样 被神灵压制的 没办法抬头了 此刻 李浩又看向一人 周署长 有些遗憾道 除了之前收集了一些本源之力 最近没有收集太多的本源之力 周署长这边 就很遗憾了 周署长笑了笑 没事 其实随着天地容纳 极限提升 我实力也是有进步的 能量管够 其实很不错的 另外 我有个不情之情 什么 周署长倾咳一声道 那个 那个王署长之前 不是换了肉身吗 可他之前消耗了 不朽之木恢复的肉身 还在 而且 当时代价不小 我的想法是 别浪费了 不如 我给 那个什么了 众人一愣 王署长也是脸都变了 你要吃我 不是不是 周署长安慰道 你的肉身 本来就是用不朽之木铸造的 其实 就是腰直躯体 现在你也不用了 换了好心道 不能太浪费了 现在都督不愿意再大肆杀戮腰直 你看 王署长还是没办法接受 那也不行 那可是我的肉身 一模一样 你连人都吃 你还是人吗 不是这意思 王署长反正不干 那肉身 和他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 被人吃了 太难受了 虽然他也知道 自己既然走上了这条路 很难回头了 可是 还是过不去这道坎 当然 这肉身当初的确耗费了不小的代价 才铸造完成的 现在就这么浪费了 也很可惜 他想了想到 你别惦记 你自己让李都督给你找本源之力 和不灭物质去 我肉身 我肉身也不会浪费 说吧 看向李浩道 我想送给老九 都督觉得如何 老九 李道宗 王署长笑道 那家伙不太愿意铸造新肉身 不想走新武道 这次又损失了一些本源 我的想法是 将我的就伸送他了 这样 都督也能免去一些麻烦 免得被这家伙嘲讽 这倒是不错的主意 王署长不愿意被周署长吃了 但是若是九市长吃了 他倒是不太介意 就当没看见了 李浩笑道 也行 王署长松了口气 李浩又道 周署长这边 我回头再看看吧 说完 又看向其他人 其中 流龙是他极其关心的 见李浩看来 流龙低沉道 开窍190 神通道卖三条 肉身道一条 合计开卖六条 山海六中介 这个实力 真的只能说一般了 虽然彼得上当初的六系神通 进步算是很快了 可还是被其他人拉了一大减 李浩倒是不太在意 笑道 肉身道卖开了就行 军队主要是团队的力量 只要能承受更强大的力量 那接下来 利用军士们的气血 就可以爆发出强悍无比的实力 流龙如今执掌猎魔军 猎魔军 如今实力 也都强大了许多 一旦再次合体 流龙只要能承受 战力绝对不会弱 前提是 肉身要强大 连流龙都到了山海六中 其他人都不会比他弱多少 再弱 也起码进入了山海层次了 李浩愈加满意 山海一众 都能堪比以前的神通境了 在场的 没人比山海更弱的了 这就不错了 要知道 不久前 李浩号称山海破万 那是纯粹的扯淡 可现在 也是吹牛 山海 其实真不算多 这里一百来人 都算是跨入了山海 也有一些日月 其他的 也有一些神通层次的家伙 但是 都不算嫡系 真正的嫡系力量 也就这些人了 他又看向几位战天军的团长 笑道 几位团长 有兴趣用新人类肉身吗 还是新武肉身 这个随意 但是现阶段 新人类肉身 是有道路可走的 可新武肉身的话 很麻烦 就和周书长一样 需要本源之力 需要大量的不灭物质 难以提升上去 李浩怂恿到 若是和王书长一样 选择新人类肉身 那大家很快就能追上来 都是新年的绝颠强者 就算不是 也差不多了 现在 很快能跨入日月的 几位团长 你看我 我看你 最后还是七团长开口道 这个 我们得问一下师长的意见 哪有那么麻烦 李浩笑道 师长之前就说了 随便你们 不行的话 可以问问怀将军 和龟守护的意见 他们分身还在这边 这一次 两位强者的分身 还是拦住了 两位强大的神灵的 只是怀将军之前 一直处于封锁天地状态 并未展露出太多的实力 不过都只是分身 真的从头到尾出手 也改变不了太多的东西 几位团长稍显犹豫 这犹豫 其实就犹豫在 要不要选择新人类肉身 若是想选新武肉身 压根不需要犹豫 这一次 他们也被拉来了开会 算是第一次 打入李浩的核心阵营 可抛弃新武肉身 大家还是有些不太自在 脸皮没有王叔长后 许久 七团长闷闷道 若是师长没意见 随十一师长决定好了 李浩笑了 这话说的 什么随我决定 这意思 其实还是听懂了 就是想要新人类肉身了 毕竟新武肉身 在这个时代 提升局限太大了 想提升先杀人 杀妖职 杀谷强者 杀了他们 才有机会 这很麻烦 行 我知道了 那这一次 我会让九位团长 督察卫处长 另外加上原品武科大学 几位学员 一起恢复肉身 大概只有十多人 不会太多 其他人 在等时间 几位团长都没说什么 算是默认了 李浩又看了一眼地位 也有些头疼 不过没说什么 地位这边 还是当一棵树吧 对妖职 他目前真没太好的办法 就如黑豹 李浩对妖兽也没办法 黑豹最近一直在 矿脉深处沉眠 能否自己开启 妖族盗脉 只能看黑豹的运气了 到了这一步 日月层次的强者 多了不少 比起之前 李浩底气 要更足许多 此刻 赵书长开口道 这一次和神国交战 神国那边 神灵受伤 那先知神和月神 都受伤不清 大概短时间内 未必敢继续前进了 除非真的看到 我们肉身崩溃了 可是 大理 大荒 水云三国 未必会放弃的 赵书长沉省道 我们和神国一战 虽然展露了战力 可一战之下 没能拿下神国 这会让他们觉得 我们不过如此 他们也许知道 双方强大 可李浩既然 没能拿下神国 那之前的一些忌惮 反而会没了 他们也许会觉得 李浩忌惮神国 不敢轻易对他们出兵了 此刻 南全忽然冷哼一声 管他们呢 给他们打去 这一次 若非那些人忽然背叛 岂会轻易战败 当时李浩已经压制了 神国女王 都是这群混蛋背叛 导致了情况逆转 他还是念念不忘之前的事 难受 若非那些民众 忽然畏惧了神灵 对李浩的信任 没那么足够 继续给李浩加持 李浩当时 已经压制住了 神国女王 结果 却是功亏一篑 他依旧愤愤不拼 赵书长叹息一声 不能这么说 天心都督府 成立时间太短了 虽然公布了 武道修炼方式 可这么短的时间 你想让大家无条件信任你 这是不可能的 信任 也是要一点点建立的 这是 他也头疼 他知道 这一次之后 在场的一些人 嘴上不说 心里都记着呢 觉得这一次没能成功 都是这些民众不支持导致的 可作为作证一方几十年的首领 他太清楚了 目前阶段 就想 让大家完全靠拢礼后 几乎不可能 才几天啊 只是公布了武道 给了一些小恩惠 就指望大家视你如神 不可能的事吗 这时候 林鸿玉也点头道 赵书长说得不错 事情 还是要一点点去做的 尤其是其他三方大陆 对都都不了解 其实很正常 哪怕中部 其实也要等学院开放 扫盲完成 才有可能建立基本的信任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哪怕我们加速 没有一两年 也难以完成的 他又道 幸好 现在还有天幕在 我们要加速铺设 然后最好做到家家户户都有 然后 再去给民众普及一切 如此一来 才能让都督深入人心 南全故弄道 那也太麻烦了 几年 战争都打完了 林鸿玉没说话 赵书长倒是笑道 不争一时 真不能加持 那也无所谓 都督还是可以自己去强大的 不一定说 非要依靠这类似于 人皇大道的加持之力 但是 这是会及民众的政策 该做还是要做的 只有做了 大家才会发展起来 才能不需要再依靠都督府 就能完成自救 红一堂也点头道 是这个道理 民众之力加持 本来就是额外的东西 若是一开始就奔着这个去的 那本质上就有问题 我相信 大家都不是一开始就奔着这东西去的 只是 嘟嘟意外发现了而已 有更好 没有也不用觉得不好 他也好 林鸿玉也好 还有赵署长 其实都是暗暗劝谏 希望李浩 不会因此而绝的 之前做的都错误的 那么好 此刻 连钱无量这个存在感不强的家伙 都小心翼翼到 我冒昧说一句 之所以如此 可能还是都督 没有大肆宣扬自己有关 我觉得 最好出一本 都督语录 或者其他类似的书籍 成为基本教材 甚至是扫盲课本 人就是如此 从众心里 若是一直去学习都督 也许很快就会从内心深处 接受都督的领导 此话一出 有人嗤之以鼻 有人倒是觉得 其实不错 就是如此 你不宣扬自己 不宣传自己 大家如何能一直去了解你 信任你 甚至信奉你 李昊想了想 摇头道 算了 就如月神他们说的 你自己都不相信神灵 希望打破心中的神 何必给大家造神 让民众信任我 当我是神 本来就是一种谬论 很矛盾 但是李昊还是笑道 神 从来都不是造出来的 我们可以无神 当然 可以有一些精神上的信仰 比如 我之前很喜欢一本书 《银月英雄谱》 自古以来 这些人物 才是大家追求的 喜欢的 当成英雄来崇拜 但是不会当成神灵 这其实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众人心中微微一震 李昊又道 若是击败了四国 我可能会重编英雄谱 传达天下 这才是扬名利万 李昊笑了起来 从此以后 天下才会流传我们的传说 《新元力时代》 银月朱雄 击败了敌人 解放了全天下 当年的三十六雄 七十二节 诸如此类 才是我们江湖人 该追求的名声 他笑了起来 众人却是一正 四处打量了一下 一下子 有些失神 此地 刚好一百多人 三十六雄 七十二节 是在说我们吗 李昊又笑道 纵然万古之后 也许也可以留下其名 比如 等我神文道大成 和张前辈一样 著一本神文大道书 记录下来大家的名讳 将其置于好心界中 如此一来 那才是完美 李昊自己都笑了 无数岁月后 有人若是还能发现号星界 还在走号星大道 我们的名讳 我们的称号 都会留在大道宇宙中 为他们去发掘 也许比星五人王名气还要大 星五人王 都不曾在本渊宇宙 留下什么传说 我们却是可以的 众人听得 顿时新生向往 南拳也是南南道 真的可以吗 南拳贺勇 三十六雄第二 流传万古吗 众人无语 你怎么就第二了 你要脸吗 这一刻 连一直没吭声的一些年轻人 比如那不要脸的胡清风 都忍不住小声道 嘟嘟 我们 我们也有希望吗 之前 李昊都在关心老人 他们这些年轻人 大气不敢喘 此刻 却是有些按耐不住了 他对着笑 嘟嘟 您老要是编造英雄谱 我们能留下一点印记吗 哪怕 哪怕随便提一句都行 李昊笑了 当然有机会 这个时代 才开始罢了 强敌都还在 立功机会无数 若干年后 也许也能留下你胡清风的名字 比如说 铜皮铁骨胡清风 铜皮铁骨 胡清风一正 嘟嘟 能有名号 只是这铜皮铁骨 是什么意思 李昊笑呵呵道 你脸皮厚 铜皮铁骨也不错 胡清风无语 很快又对笑道 多谢嘟嘟赏名 以后我便是铜皮铁骨胡清风了 众人都无语了 这家伙 是真不要脸 此刻 众人其实都有些心生向往 武林人士 不就追一个名利吗 或者说 人活一世 不就追求这个吗 银月当年为了争三十六雄的名头 死了多少人 那还只是银月一地 可如今 是万事留名啊 对任何人而言 名利 都是避不开的东西 哪怕淡然如天剑 此刻都忍不住道 那我以后还叫天剑吗 我以前排名英雄谱第二 众人翻白眼 你又是第二了 当然 这个第二比南拳靠谱 他是这儿八经的坐五万二的人物 不像南拳那个不要脸的 他才该叫铜皮铁骨 李浩其实只是这么一说 可是没想到 连天剑都动心了 他微微一正 看向众人 此刻 何止天剑 连他的老师 袁硕 都摸了摸没有了的胡子 意味深长道 武情老魔其实不适合我 我这个人 一向都是先锋道鼓 日后若是还有机会流名万古 我觉得吧 我该改一下名头 叫武情先人 或者武行先人 众人嗤之以鼻 此刻 所有人好像都激动了起来 连一直不怎么说话的谎语都低沉道 我不想叫识人魔 太难听了 我枪道不错 叫我枪圣变形 那是猴不得 狱总管忽然开口 有些不满 一旁 金枪低着头 本不想说话 此刻 实在是没忍住 有些憋不住 闷闷到 金枪 永不沉寂 枪神 是我 李昊有些瞠目结舌 他觉得 再说下去 大家要打起来 真的 他就这么一说 结果 大家居然这么动心 一个个的 都要改名号了 好像已经幻想到了以后 此刻 什么受挫 什么道统 什么开脉 大家都不在意了 有这么重要吗 仿佛看出了李昊的心思 红一堂传音道 自古以来 青史留名 都是众人渴望的 尤其是对我们武士而言 能留名万古 简直 当然 他们也太用俗了 说到这 摇摇头 又传音道 天剑的名头可以给我 地副剑 听起来总觉得比天剑差一点 其实天剑能比得上我吗 李昊愣住了 下一刻 忽然疯狂大笑 看着众人 指了指他们 忽然笑得前辅后仰 一群庸人 庸俗 俗人一群 众人 都是一脸不快 下一刻 李昊哈哈笑道 那我不叫魔剑 我叫道主 万道之主 诸位 也都可以加个道主名头 比如剑道之主 枪道之主 刀主 哈哈 有趣有趣 这一刻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都笑了起来 一群俗人 刚实力了一次 还没一统天下 四国都在 三大组织未灭 古遗迹还没开启 他们都在这商量着万古流明的事了 甚至连称号都想好了 连李昊 都要自封道主了 下一刻 众人都是哈哈大笑 忽然 笑声覆盖了一切 此刻 外面 众人也听到了笑声 都有些愣神 江里有些疑惑地 看着几位心武强者 这 什么情况 聊商聊的 都笑了起来 这是 忘了这次打输了吗 笑声这么大 这是自我安慰 还是说 这些人 真的这么大心脏 这一次对战神国 有些失利 真的没当回事 李昊的肉身 恢复了吗 他想了一下 若是大骊信心满满地出征 就如之前大骊王对付那些古城强者分身 结果失利 大骊那边 百万军队都没敢吭气 好几天 都压抑到了极致 可这边 这就缓过境王 这时候 张安也朝里面看了一眼 有些唏嘘 也有些感慨 又看了看不远处的那些傀儡学员 眼神有些复杂 许久 忽然传言几位强大的学员道 心舞已经过去了 起码 在这个世界没有了 就算有 也不是有人亡的心舞了 诸位都是帝尊之后 也该明白这些 新时代 新气象 我是老了 不愿意改变了 诸位同学 顾雍俊 不是长久之路 都是聪明人 该选择 就选择吧 趁着这还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作战 张安也不管学员们如何去想 有传言道 心舞道 其实很有意思 也很有潜力 李昊不算强大 到现在 也只是堪比当年的绝颠 也许还没你们的本尊实力强大 这一次 对付神国 也有些失利 可是 他有一颗大心脏 起码现在 他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无敌之势被打破 没彻底崩溃的人 都有可取之处的 李昊一路无敌 这一次却是失利了 无敌之势被破的瞬间 其实才是最大的打击 可李昊这边 不止他 包括那些银乐舞师 居然都如此短暂的时间 调整了心态 重新开始 这一次 张安觉得 该让学员们有个选择了 老师 我们 不用担心太多 李昊不会因为一次的失利 就选择排斥的 他不是那种人 这一次 我们都只是看客 若是你们愿意 融入银乐这个团体 那就不再是看客了 就算加入了这个时代 也别忘了心无精神 为这个时代而战 为自己而战 只要你们愿意 还是能融入进去的 放下过去的一切 不要再想着 我们不属于这个时代了 各位自己选择 李昊答应给大家铸造身体 若是愿意 那就选择新人类躯体 若是不愿意 那就选择心无肉身 若是选择心无肉身 那就为心无而战 若是选择了这个时代的肉身 那就融入他们的时代 好吗 所有傀儡 这一刻都没开口 陷入了沉思中 张安也不再说什么 也不问大家怎么去想 铸造肉身的那一日 就是大家决定的时候 若是不想融入这个时代 没必要去住他们的肉身 若是住了新时代的肉身 那就拥抱他 为他而战 而自己 也该有个决定了 这一刻 张安深吸一口气 看向矿脉深处 耳边传来了欢声笑语 一次战争 凸显了许多东西 也许对李浩而言 这是一次巨大的机会 所有人都该有个选择了 自己人 心无中立者 敌人 李浩 想必 你也明白这一切吧 张安默默想着 又看向天空 忽然笑了起来 此刻 没人知道他笑什么 一旁的江黎 只觉得莫名其妙 一群古怪的家伙